喝了 盯咯 小姐 你 好酒量 好 好 十多年没喝过酒了 有点时代 减量啊 好样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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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长 不能再喝了 别让人 曹总 这工作我不要了 你瞎说什么呢 让你说话了吗 我站好了 这是命令 小姐 对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心啊 丁总 够了 警官 情意表达到就行了 没事 曹叔 人家情意还没表达完呢 你不能半途而废呀 丁总坤 丁宗坤 秦大队和严班长是我请的客人 你要是这样过分了 丁总 去年有个被捕的毒贩 叫丁宗树 他是你什么人 这 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真的没关系吗 对啊 我想起来了 丁宗树是你弟弟对吧 你扯远了 没错 就是他 你弟弟入狱的时候 你还花钱为他开拓来着 对吗 这 这 这跟我弟弟有什么关系吗 我 我就是替你把把关 这不是替咱们之间的生意着想吗 你那个弟弟在宾馆贩毒还持枪剧比 是我配合公安抓了他 他的行为触犯了国法 就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是我的职责 你也给我记住吗 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只要他犯了法就会被制裁 是 我们的生意谈完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曹卫民 咱们走着翘 无踪 曹首帅 您 他刚才那样带你 我看不过去 做生意 最重要的是人品 我的原则就是 绝对不跟 人品恶劣的人做生意 怎么样 以后跟着我好好干 是 还不谢谢曹叔叔 谢谢曹总 不用谢 不瞒你们说啊 我以前也当过兵 我特别喜欢 你们俩之间的那种 战友情和兄弟情 不说了 来 我们以沙代酒 我的脚伤一直没好 但为了不影响训练 早日赶上南兵 所以吃了些止疼片 可副作用 就是每天昏昏欲睡 这个训练科目 是由宁萌来指挥杨书 杨书根据宁萌提供的信息 判断人形把的位置 并开枪射击 直到击中所有弹出来的人形把 这个考核项目是测试你们 请进入 判断人形把杨书根据 有杨书根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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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进了你们身后的这片树林 躲进了你们身后的这片树林 判断人形把杨书根据 出来 不然我开枪了 哥